大家好,我是孟恩 我在台上看他们俩表现之后,我真的非常的后悔 因为我觉得我虽然前几张表现得还不错,我自己很满意 但是我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 我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对手,更没找到一个合适的CP 说是脱口秀,说是弹口喜剧 玩了半天,骨子里还是二人转 但是我今天其实非常开心 因为今天的主题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 今天是脱口秀大会第三季录制的最后一天 明天是我讲脱口秀三周年的第一天 真的,其实说实话 三年前我真的没想到我能站在第三季的舞台上 我觉得第二季就应该来找我了,你知道吗 你害我白在线下吃了多少苦 我跟你们说,我自己在北京线下演出的时候 演过各种奇葩的演出 我记得最奇葩的一个演出是一个年会来找我 一开始真的不想去,但对方说给八百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那种被金钱冲昏头脑的感觉 八百块钱放今天不算什么,但当年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 我内心真的超级激动,但我表面强装镇定 因为我觉得我大小是个艺人 于是我淡定的跟他挤出三个字,我说 税后嘛 对方看到我就说你没见过钱吧,八百之内不交税 然后我就去了那个年会 那个年会真的太厉害了 他们只请来了两个演员 一个是我这个脱口秀演员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二人转演员 我的天,你们知道二人转演员在年会中的地位吗 就是the king of the party 二人转演员上台永远糊糊生微的上台 就大冬天他们穿的裤衩背心 一边上台一边说 大红背心往里叶,谁给我鼓掌谁死爹 我也不是图你们这个 但是你们看到了 这个方法虽然非常的三俗 但确实非常的管用 对吧,他这么一上来 掌声哗就响起来了 然后他开始表演各种绝活 但是二人转演员演出的时候 他也会有冷场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就会拿出他杀手锏 哥们跳下台抄起了一瓶啤酒 朋友们掌声不够热烈啊 我干了 一口气干了啤酒之后 掌声再次响起来 哥们儿完美下场 下场的话给我给me5 兄弟,看你的了 我就一个人默默地走上台 我还是向正常演出上 跟他们互动 我说大家好,我叫杨木恩 我是一个内蒙人 没有人理我 只有一个大姐喝多了 举了一杯白酒跟我说 小兄弟 无论你是哪里人 今晚 我们都是一家人 然后还有一大哥看不下 给你拍案而起 说你这脱口秀 我不押韵呢 我的天哪 我当时想到 我怎么不能量到台上呀 我起码得讨一次掌声下来 我想起那大哥的杀手锏 我也跳起台超级瓶啤酒 我说朋友们掌声不够热烈啊 来二人转大哥 再给他干一个吧 然后那时我在北京 还经常在北京的 最老的老艺术局 天桥那边演出 我演出的小剧场 就在德云社的旁边 你们知道我在 那边演出的时候 遇到什么情况了吗 我演出演到一半的时候 我用我的余光看见 主持人被保安抓走了 我当时都吓懵了 我说这是什么情况 我说 我说脱口秀不许进天桥吗 我说这是不会是 郭德纲报的警吗 我当时只有一个念想 我就是不能让他们听出来 我在表演脱口秀 我灵机的 我大红杯心往里演 真的 在线下的时候真的太难了 而且那时候 我给别人写稿的时候 别人还经常欠我稿费 有一个公司 欠了我两千块钱的稿费 我去跟他要的时候 他说你先不要急 我们公司是京东控股的 现在阿里巴巴想要收购 马上就要收购完成了 收购完算完账就给你 过了几个月我再问我说 你们这谈判谈得怎么样了 对方跟我说 谈判陷入了僵局 他这个话就是 我问钱 就是谈判马上完成了 我一问就陷入僵局 就感觉阿里巴巴和京东 之所以谈不拢 是因为他俩商量不好 谁该给我这两千块钱 我以为这事已经算完事了 后来我有幸接了一个节目 我就被这个编成段子 去节目上讲 然后导演不让我播 导演说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呀 在腾讯播 不能提那两个企业的名字 我当时觉得我也太厉害了吧 我一两千块钱的段子 居然卷入了腾讯京东阿里 这三大财产团的信蚕窝之中 我真的我当时很难过 我还跟我妈说了 我说本来有机会上节目 结果因为童馨阿里这点事 然后我没法播 然后我妈当天晚上就发了一个朋友圈 是我讲兔的一张照片 我本来以为他是在安慰 我结果对他配文上 我儿子太厉害了 马云和马化腾都喜欢对他脱口秀 但后来节目组说可以给我播 但前提是让我把那些企业家的名字 替换成大家都能听明白的一些代称 所以我那个段子就变成了什么了 我那段子就变成了 我给小狗的一家公司写段子 小狗不给我钱 小狗说因为他正在和小猫谈收购 我本来就是告诉小企鹅想在他的平台讲 小企鹅不让我说 因为小企鹅说他的平台不想出现小猫小狗 我妈听了之后说 哇 我儿子太厉害了 大马和小马都喜欢他的脱口秀 打了马的脱口秀还是脱口秀吗 我当时真的觉得 我就像阿凡提在一帮幼儿园的小朋友讲故事 就是讲完故事之后 我还要向小朋友们真诚地发问 我说小朋友们呀 你们说小猫小狗小企鹅都是人类的好朋友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为难杨蒙恩呀 但其实就即使是线下这么难的情况下 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兔鲁学演员 每一个兔鲁学演员还都是非常想得到 小猫小狗小企鹅以及小羊的支持 但这个小朋友又问了 小羊是小羊哪呢 小羊就是蓝河绵羊来自新西兰 全是蓝羊和绵羊 还没有羊山味 宝宝爱喝好吸收 小朋友们 喝奶记得选蓝河哦 这个 就是你想和小动物们做朋友的代价 但是现在确实是我最舒适的一刻 你们知道吗 因为观众们笑得很开心 然后商家也能赚钱 而我再也不接800块钱的年会了 谢谢大家 我是孟恩 MING hone wonders HOL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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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